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的影片蠻好玩的 是我前陣子忽然想到 然後就想做的叫做你問我答的系列 那這個系列的發想是來自於Instagram 大家都知道現在限動裡面可以有一個提問的功能 然後我就想說 欸這個如果把它做成影片的話 好像就是我今天是有點互動的感覺 應該蠻好玩的吧 就很想試試看 所以前幾天我就有一點小小試水溫 在我的Instagram問大家 請大家發問覺得最奇怪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你問我答的第一集 雖然也不知道會有第二集或第三集 但是你知道凡事總是有第一步 所以今天的主題呢就是 大家問我最奇怪的問題 然後我大概隨機挑選了20個 今天要來回答 And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第一題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那個你覺得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我自己是覺得先有蛋啦 但是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我也不知道 第二個 可以用腳趾挖鼻孔嗎 試試看喔 我是可以放到頭後面啦 要碰到鼻子當然也是可以 只是腳趾頭太粗了 所以沒有辦法挖鼻孔 這不符合人體工學啊各位 有誰的腳趾可以戳進你的鼻孔的 Let me know 再來第三題是 睫毛多長 好 哇 我怎麼量啊 我現在完全看不到自己啊 這樣好了 來 我來測一下 誰會看得出來 目測的結果大概就是 0.2到0.3毫米吧 因為我是一個睫毛很不長的人 所以 下一題是 你的瀏海是沒下幾公分 哇 這個又是要量的欸 最近覺得瀏海有一點長 我修了一下 現在看是多少 沒下三公分 下一題 你的舌頭可以碰到鼻子嗎 不行 你喜歡聞耳朵的味道嗎 耳朵的味道怎麼形容啊 它是有一點花香 有一點點甜的果香味 年輕但是又很濃郁的那種味道 如果大家想知道耳朵的味道的話 我蠻建議大家可以去聞那個 Jo Malone的香水 我覺得有一款皮尤尼的 跟它聞起來很像 大便口味的咖哩 還是咖哩口味的大便 好 大家冷靜 我們人生不是只有這兩種選擇的好嗎 不知道如果真的要選的話 我應該會選大便口味的咖哩 因為畢竟咖哩還是一個真的食物 不管它的形狀或是質地是怎麼樣 至少它是真的食物 最想把頭髮剪短的moment 我是有剪短過啦 但是那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後悔的一次造型 我那個時候的照片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知道為什麼我會後悔了 如果變成Ean 最想以他的身份去做什麼 與其說要做什麼 我其實比較想要知道 從他183公分 他們的世界跟我 就是163公分有什麼不一樣 其他的話 嗯... 我比較想要知道他平常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很奇怪 下一題 為什麼耳機要聽這麼大聲 唉... 我只不過是要組個世俗間的紛紛擾擾 我很喜歡戴著AirPods 因為我覺得戴上去就是IQ會增加之類的 但是其實並沒有我還是一樣笨 很胖但很高 跟很瘦但很矮的男生選一個 我的話我應該會選很胖又很高的男生 我自己本身是個骨架很大的女生 所以希望另一半是比我高或比我大直 讓我很難得可以體會就是比較小鳥一人的感覺 如果你是很胖又很高的話 表示我們可以一起運動一起減肥 或者是我們可以就一起繼續吃胖下去 Either way 聽起來其實都蠻浪漫的吧 下一題 你有腹肌嗎 嘖... 啊... 好吧 沒有 從C念回A要花幾秒 其實我也沒試過 ZYXWV... W... ZYXWV UTSR Q P O M M L K J I H G F E D C B A 下一題 你可以知道我的星座嗎 星座有12個 表示說我有1 1 2的機會可以猜中你的星座是什麼 我猜你是雙魚座 再來下一題 哇好私人喔 月薪多少 恩... 大概... 這麼多吧 下一題 哇下一題也好認真喔 為何當初選經濟而不是金融 因為我們學校沒有金融系 下一題 你為什麼可以一直打翻東西 我跟你說 這一定是有一股神秘力量在操控我 可能我喝東西的時候 就是會有... 好啦 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一直打翻東西 就是東西在我身上就會很容易出錯 我的人生因為這樣子感到非常的困擾 下一題 你喜歡吃乾的枸杞嗎 偏偏我們家還真的有乾的枸杞 最後一題 如果你夢到你是一粒飯粒 即將被吃掉 必須要逃脫才能存活 你會怎麼逃脫 好啦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你問我答 如果喜歡這支小廢片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like 然後呢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也不要忘記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下一集 你知道如果還有下一集的話 你們會想要看我問什麼樣子的問題呢 And I guess that's it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one Bye 這只有我嗎 就是我覺得我的瀏海真的長得很快 大概一個禮拜我就覺得我要再修持 因為它就會戳到我的眼鏡 然後就會自動變腫粉 3 2 1 3 3 4 4 4 5 5 5 6